接下来为您播出忏悔录 年轻女子葬身火海 烈焰灼心却焚不尽世间丑态 有一些现场啊 就是是故意伪造出来的 对她丈夫进行询问的时候 就是特别镇定 真相与罪恶 爱情与誓言 真相离婚 但是我们两个亲戚还是在 一个是恨她 第二个恨自己 当欲望的火焰吞射了良知 试问谁又能斩过情观 欲火燃情 忏悔录正在播出 2013年12月11日上午11点多钟 苏州市焚湖镇锦绣园小区的一户居民住宅火光冲天 苏州公安局吴江分局的民警们接到报警后 立即朝着事发地点飞驰而去 当民警们冲进火场时 却发现一名年轻女子已经葬身火海 它是五楼 它是一个富士结构的一个房间 床上有一具尸体 一具烧焦的尸体 该女士为黄色女主任 陈并毕 这是一套富士结构住宅 活在现场位于二楼卧室 一楼客厅的损毁情况并不严重 那么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起火呢 随着现场勘察的不断深入 民警们发现这把火来得有些蹊跷 该火在系有多处的那个着火点 有一些现场啊就是是故意伪造出来的 显然是有人在故意纵火 那么纵火者到底是谁呢 现场门窗紧闭 女主任陈静怡是在自己的睡床上 被烧得面目全非的 难道发现火禽后 年纪轻轻的她竟不曾呼救或者试图逃走 还是这个火在现场本身就暗藏玄机呢 它是腹窝嘛 把尸体翻过来以后 很明显的就是头部 有多数损伤 特别是这个床单呢 有大量的血迹 鞋柜的一些边缘处 还有包括墙上 发现了鞋柜的血迹 结合法医跟消防队的两方面的意见 我们认定这是其他杀 警方推断 陈静怡极可能是遭人袭击身亡后 才被置身火海之中的 这场火患不过是凶手为了毁灭证据 而实施的障眼法而已 那么令人发指的凶手到底是谁呢 他与陈静怡又有什么深仇大恨 侦察员第一时间将噩耗通知了 陈静怡的丈夫罗毅 然而这个男人的反应就让民警们倍感意外 对他丈夫进行询问的时候 就是特别镇定 就是他的一些言行举止 也就是出乎正常的一个作为失去妻子 这种正常人的一个 就是说情绪吧 就跟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一样 敏锐的侦察员们从罗毅的神情中 察觉出了些许异常 罗毅1982年出生山东人 与其子陈静怡育有一名九岁的女儿 陈静怡死得如此凄惨 罗毅的反应为何这样从容淡定 难道他与其子的意外死亡 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民警们洋装无事 并没有立即抓捕罗毅 果然他们很快发现 罗毅暗中和一个女人频繁联系 而这个女人正是她的情人唐楠 唐楠1985年出生苏州人 2011年与卢毅开始交往 巧合的是 就在案发前后 唐楠曾频频出现在焚湖镇 过去的情人陶兰也在丰湖 并且落脚在丰湖的苏巴酒店 通过这个监控 也看着案发前两个人是一起出入的 分别对嫌疑人郭绪陶兰经营询问 在一次次谎言被戳穿以后 他们的心理攻势被瓦解 面对警方的询问 漏洞摆出的罗毅和唐楠 最终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忍不讳 2014年1月9日 罗毅被依法逮捕 不久唐楠也随之落网 我反正我感觉我对不起我老婆 我老婆我们两个其实说闹离婚闹离婚 但是我们两个亲戚还是在的 然后我做出这种事情呢 我一直我从经营看的时候到现在 我天天在哭 天天晚上睡不到觉 天天晚上在做梦 我天天在想她 或者我反正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不知道我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一个是恨她 第二个恨自己 都有 那种很复杂 心情很复杂 可怜自己也可怜她 铁窗之中 提起惨词的妻子 罗毅回馈不安 而痛哭流涕的唐楠的态度 则让我们难以捉摸 仿佛她是迫于无奈 才卷入到这场惨绝人寰的杀人案中的 那么案发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谁才是这场血色情变的始作俑者呢 2013年12月10日晚上七点多钟 已陷入崩溃的唐楠 来到了罗毅的家中 他再也不愿意做一个 令人不耻的第三者 再也不想遭人白眼与指责 便将罗毅发出了最后通牒 说今天我们就把你老婆杀掉 当时郭旭不肯 说还有没有谈的余地 但是陶兰讲 说你要是不敢弄手 我来 最后郭旭也没办法 也想摆脱这个 他前妻的这个困扰 就同意了 那天我们上班 上到九点钟下班之后 我姐姐还请我们吃饭呢 之后她就一个人开车回去了 女主人从外面回到家中 刚打开房间的门 进来以后 由郭旭负责把人蒙住 由陶兰负责动手 榜头一样的东西 砸头部 也没有这样的时间很短 过后开了一下灯 然后立马又把灯给关了 没开灯 不该开灯 就两个人 静静地坐在客厅里面 脑子里面都是空白 看着陈静怡渐渐渐没了呼吸 唐南才恍然从这场疯狂的爱情争夺战中抽离出来 黑暗中 这些年来 在她与陈静怡 以及卢毅之间发生了点点滴滴 不由地涌上心头 我后悔为什么 当时不把孩子打掉 后悔为什么相信他 离婚这已经打了 并加后悔 答应他 埋着我父母把这些事都帮他顶下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有的事不幸的事都发生在我身上 大错筑成之后 唐南依旧在怨天尤人 我们不禁要问 这个女人到底遭受了怎样的不幸 以至于要走到行凶杀人的地步 难道在唐南心中 没有除去陈静怡 才能获得所谓的幸福和安宁吗 故事就从一场 让人费解的婚礼开始说起吧 2013年1月底 与罗毅相恋两年后 唐南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 得知消息后 罗毅则欣然地表示 愿意奉子成婚 于是二人预定在3月9日举办婚礼 此后 罗毅口口声声说 自己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 可婚期临近时 唐南的心里却越发不踏实 直到婚礼的前一天 下午 因为明天结婚的话 整个流程 我们得回家商量一下 在车上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 老公把你的离婚证给我看一下 要你的凭证拿出来 我才能相信 是不是 你就是说离婚了 我又没看到什么 我一再地不用下 他整个人开车的时候 整个人都在发抖 那我就让他停车 靠边停车 然后他说 没办法 他说 老婆你帮帮我 帮我 就是说 能不能帮我过掉这一关 结婚这一关 一个大男人 哭得心里滑了 他难 我也难 但是我 真像两巴掌抽的 但是看他那样子 真的好可怜 我感觉比我还可能 想到印发出去的喜帖 和亲朋聚集的婚宴 唐南已经骑虎难下 他不敢向家人 坦白罗毅 还没有离婚的事实 更没有勇气取笑婚礼 毕竟 他曾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无论如何 他再也不想沦为众人的笑柄 2007年 唐南大学毕业后 在工作中 与第一任丈夫相恋并结婚 不料婚后 先天性哮喘病 日益严重的丈夫 不堪忍受病痛折磨 性情变得乖丽暴躁 最终 这段婚姻 只维持了短短三年 便宣告结束 那段时间 心灰意冷的唐南 在网上结识了罗毅 这个男人的体贴殷勤 让唐南十分心动 没事的时候就拿着手机上 那个上网上QQ 我说身体不好 在医院做手术的 他一马就赶过来了 那个时候我感觉 这男人挺吸引 我说你就是第一个老公 我说你们离婚 我说这个男人要慎重再慎重 到后来我就说离婚了 然后他就说他也是离了婚的 有个女儿 就这样唐南和罗毅 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 唐南满心以为 自己又找到了真爱 除了不久之后 他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 对方一开口 便对他极尽谩骂和羞辱 而电话内端的年轻女人 正是陈静怡 婚礼当天 新郎临阵脱逃 爱的幻梦 原和化成无尽的羞辱 稀里糊涂的 新郎还也没来 压着自己的情绪 让自己笑 在所有人面前 假装被试 与情敌狭路相逢 与孽缘痴缠不休 爱情阴影下 是什么让他伸出了罪恶之手 他就说你怎么有脸来的 不是来自觉欺辱的吗 有压力把小三千个月 给了他很多的压力 欲火燃情 忏悔录正在播出 2011年5月的一天 沉浸在幸福中的唐楠 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 对方声嘶力竭的谩骂声 将唐楠的爱情美梦 积得粉碎 怎么要去找已经结过婚 有老婆的男人 说你这种女人就是犯贱啊 怎么样 她就是有家庭又不可能给你 就是说结果 给你未来 给你幸福 男人也不知道没离婚 没离婚我肯定不 不让她交涉下去的 从天堂一下子掉入地狱的那种感觉 当时给她打电话的时候 已经哭得不成了 她说他们父亲之间感情 就是说已经认识我之前 就是说我们两个在确定关系之间 已经就不好了 从09年到一直到现在 一直丹闹离婚 开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搭档 但对于感情来说 很难融在一起 因为她也好强我也好强 原来罗毅竟是有妇之夫 透过往日相处的点点滴滴 唐南作为一个有婚事的女人 难道对这一切毫无察觉吗 或许想到罗毅在苏州 经营一家服装厂 夹进殷实 唐南并不愿就此放弃 然而要赢得这场爱情争夺战 又谈何容易呢 她老婆就觉得 你日子好过了 你现在就不要我了 而且你外面找女人 你找个年纪轻的 找个漂亮的 对吧 她也就是这么 她说你凭什么 找了一个离了婚 就是说我好像哪一点比不过她 就有点不服气息 就一直死磕着 就说不愿意这个活 从那时起 个性好强的唐南就选择了 将家人隐瞒罗毅尚未离婚的真相 直到2013年3月9日婚礼当天 唐南依旧选择将谎言进行到底 然而事到临头 罗毅的表现就让她失望至极 我在化妆店里 什么都好了 就等着她念话了 然后突然她给我发了条信息 她说 老婆我来不了了 就是好像有一种不闲的感觉 然后她在那边哭 她说她老婆知道我们今天要办婚礼 所以把所有的东西 把她看上了 把她的衣服什么东西都剪了 她实在是出不来 当时很恨她 她给我出这样的难题 我自己就想 为什么 我做错了什么 所有的意见都要我来承担 任凭卢毅百般解释 这个男人终究没有勇气 出现在婚礼现场 万分委屈着唐南 只能抢言欢笑 应对父母和亲人们的质问 就在这时 卢毅给唐南的父亲打去电话 试图瞒天过海 她的婚礼那一天 我说妈爸错事了 谁疼了 在上海抢救 所以没过来 她那边也是 已经气不成声了 然后我爸当时就相信了 她稀里糊涂的 心仰心仰观也没来 到晚上她过去的美赴来 她进了一餐就醒来 压着自己的气血 让自己笑 在所有人面前 假如没事 其实实在是忍不住了 流下眼泪也是在卫生间 偷偷地 她一把擦掉眼泪 在两个女人之间 这女人也承诺太多 那女承诺太多 因为有压力打一张 但这也给了她很多的压力 转眼到了酷热的七月 唐南为罗毅生下了一个女儿 然而当她迫切地需要 为女儿办理户口时 没有人能体会她的焦虑和凄苦 她考虑的东西 作为一个母亲 也想要给孩子 包括给她自己 一个完整的家庭 要结婚证去 就是街道去办理准生证 她能上户口 到最后我连 街道办电话都直接不接 或者说是直接把我所有电话 都转接到我男朋友手机上去 我自己不接了 我因为实在是承受不了那压力 优柔寡断的罗毅 根本没有魄力和决心离婚 更糟糕的是 这个男人的暧昧态度 让她的妻子程静怡 始终对这段行将旧母的婚姻 抱有幻想 不愿就此毁了一个家 过去每一次的那种 情人错误什么的 她开始她也都会去相信 可能是对她确实是挺有感情的 她可能会去原谅她 2013年的中秋节 唐南再也无法忍受 作为第三者的孤独和卑微 便气势汹汹地闯进了罗毅的公司 她不愿再这样遥遥无期地等下去 罗毅到底会选择妻子还是自己呢 唐南今天必须要讨一个答案 结果她没来 是我跟她老婆就是先面对面的 一开始先是聊 聊了后来又打 她就说你怎么有脸来的到公司来 不是来自觉欺辱的吗 我们从小确实也是一个单亲家 所以姐姐她就是想没有到 忘不得已的地步的话 她妈我姐姐对于过去还是有感情的 她也不想让孩子 不想让她自己的孩子也像我们一样的 我就打电话给我男朋友 我叫她过来 她这个人就是怎么一而再了好像就成了错误啊 在姐姐那边做的运营就不一样 在唐南那边做的也不一样 每一次她有声她都下跪她都哭了 我就直接拿手机扩音 开了扩音 我说你给我一个答案你是想要离婚呢 还是想跟我分手 她就当着很多人的面 亲戚朋友的面 她就说我要离婚 众目睽睽之下 卢毅在电话那头的答复 无疑给了唐南在情敌面前炫耀的资本 也更加坚定了她要赢得这段感情的决心 果然每一会儿卢毅便匆匆赶到 声称要和妻子谈判离婚 只是事情却并不顺利 她老婆要问她要多少钱 要150万 就这么一点点的加工小产 要150万太难拿得出来 郭绪考虑到进身出户以后 进身出户以后没有经济收入 无法跟陶南在一起 她不想 她就是不想给姐姐分财产啊 这些的 我跟她跪过好多次 我跟她跪下 不愿意 罗毅最终没能接受妻子的离婚条件 唐南则再次陷入到崩溃的边缘 而在这段纠缠不休的三角关系中 另一个女人 程静怡同样痛苦万分 她没有想到丈夫竟会狠心背叛自己 更不愿意自己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家 毁于一旦 于是 程静怡决定给唐南一点颜色看看 一直天天在逼我 天天在陶南那里 天天在发陶南信息 打陶南电话 她必须要把这个小孩送到湖南去 到一二年年底不送掉的话 她就找人把小孩 就是 砍死 这是她自己说的话 也在外面就是说 放出话来 说如果说 你要跟我离婚 我就不会让你们两个人有好人在过 就是弄也要弄散 你们弄不散 弄也要弄死你们 不弄死你们 我也要弄散 陈静怡的警告 并未能彻底斩断丈夫和唐南的婚外情 就让罗易的感情天平更加倾斜 那么到底该如何结束这段糟糕透顶的生活呢 终于 在唐南的百般催促下 罗易有了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办法 爱情灰飞烟灭 铁窗下 她躲不过心灵的讨伐 我姐姐现在确实不足了很多 到最后才这样白分的就在冤死了 就像人家说她吸毒了上头了 自己做了 会不会没用啊 噩梦醒来 放下执念 谁又能举起双手 为他们撑起未来 浴火燃情 忏悔路正在播出 2013年底 在唐南的反复追问下 向来软弱的罗易突然心生毒气 他狠毒又愚蠢地认为 这样做一切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我男朋友就想能不能制造出一种就是说 或者说意外啊 意外的那种死亡 罗易带着唐南事先在自己家中埋伏好 静静等待妻子程静怡回家 直到深夜11点 他们才听到门外传来开锁的动静 于是 这个男女果断地动手了 被害人在那边呼救的过程中 然后嫌疑人又从家中拿了一条被子 然后裹住它 我就想让他闭嘴闭嘴不要发出声音 就是脑子里面就只有这一个念头 那就几秒钟的时间 他就不增长 后来就是把他尸体抬到床上去了 两个人将被害人杀死以后 回到一楼坐在沙发上 就一直盯着时间 看着时钟 一分一分地过去 直到他应该叫他女儿起床的那个时候 第二天一早 无辜的孩子根本没有发现 自己的母亲已经在半夜遇害 罗毅草草打发女儿去上学之后 便和唐南按照原定的计划毁尸灭迹 企图掩盖罪行 2015年2月11日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罗毅和唐南二人均系主犯 但罗毅在共同犯罪中地位高于唐南 罪已故意杀人罪 放火罪 重婚罪 判处罗毅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唐南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就像人家说他吸毒了上头了 自己做了 后悔没用了 如果我不那么执着 我会选择放弃的话 有可能 我过的是 即使是带着孩子过的是 另外一种生活 而他们夫妻之间即使感情不和 也是有可能磕磕绊绊或者怎么样的 也是平平安安的造成生活的 2015年3月 唐南进入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服刑 为了让像唐南这样的新入监服刑人员 深刻的认罪悔罪平稳改造 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 积极开展入监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直到她一个大概的暗情了以后 再问到她 尤其是家庭中的一些事情之后 她会出现一些长时间的沉默 新入监服刑人员 在生活环境突然发生变化 失去自由的压力下 会出现心理 生理和行为的适应性障碍 心理健康水平普遍较低 入监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就是通过传授知识 行为训练和实践指导等途径 帮助这部分服刑人员 改善认知结构 调节不良情绪 缓解改造压力 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缩短心理适应期 使服刑人员迈开平稳的改造第一步 为了促进唐南深刻反思 自觉悔罪 监狱民警鼓励她 参加了一年一度的 南京女子监狱心理情景剧大赛 希望唐南能在这种角色互换的表演中 重新领悟爱与恨 罪与罚 她怎么可以这样不要脸 都答应离婚了 为什么还要缠着她 破坏了我们的心 她怎么不去死 我要杀了她 我要杀了她 你不能这样想 他们现在还是合法合心 他们是合法合心 那我呢 当她作为我们这一幕心理情景剧的一个主角的时候 圣灵奇剑也演绎着她自己的心路历程的时候 对于她来说当然是也是一种痛苦的体验 就是对被害人有一个真诚的忏悔 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未来 未来 我还有未来 如果没有她的爱 我还有什么未来 都是那个可恶的灵人 导致了我现在的作用 爱不能爱 恨不能恨 我要让她消失 特地的消失 通过入奸教育 唐南正视着自己的内心 走出了真诚忏悔的第一步 未来刑期还很漫长 监狱民警们知道 为唐南寻找亲情的支持和鼓励 让他看到回归的希望 对唐南的教育改造意义重大 于是 监狱民警们决定家访 邀请唐南的父母前往监狱 参加亲情邦教活动 他现在 他两个后悔也来不及了 他世界上也买后悔药的 这种事情要知道 你怎么说呢 现在阿姨的身体还好吗 还可以 还可以 现在呢 他反正 我这样他带好小孩就可以了 这就是不能说他的自己 说他的自己就不及了 唐南犯罪入狱后 他的母亲因为受到巨大刺激 精神状况一直很差 为了让家人了解到唐南的近况 监狱民警播放了一段唐南的视频加书 你爸妈 距离上一次你们见我已经 隔了两个月了 我现在在南的女子监狱 一切都挺好的 现在我最感兴的就是妈的身体 妈 你只要照顾好自己 精神上病 千万千万的不要去钻那个牛角结 对不起 女儿的自私 让你们承受了那么多 让你们为女儿受屈了 没有后悔药的药 对的 他很后悔 那这个事情就是一直从东远 做了没有办法改 那个事情没有办法 你就不会 对他现在蛮平稳的 情绪啊 包括各方面 都是往一个好的方向在发展 2015年6月12日 在监狱民警的陪同下 唐南的父母和女儿等家人 来到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 鼓励他安心服刑改造 我自己做什么吃什么用什么都没关系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呀 我们是新生人 我 三十年了 没有好好地对你们好过 我从小就让你们把我宠大的 我为什么宠你们都 好 你现在知道了清楚了就好了 反正下去我们的时间都打得出来 下去我们的时间还有了 是吧 过来我们父母 你不能过来 你们啊 这就是我身上的天下来 这种事大 不管你做什么 在现在这个时代改正过来 知道自己什么最好 父母的宽量 已让唐南倍感自责 而再也想到 还有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 要因自己的罪孽蒙羞 唐南便更加无地自容 我是在里面一天一天过去了 可是土豆跟天气也在一天一天地长大 一天一天就在那里面跟着你 你们 你们 你们也是一天一天地在牢 头发也是土肥 头发慢慢变成了白头了 我想到这些我就难受 现在偷偷十岁 他让我十几年出去 他就二十多岁 我也不知道 他现在还小 有可能 不会想很多 但是他上小学毕业 初中大学 他就想 那你个母亲为什么会这样 大时候还能不能害我一人妈妈 不要这样想 总是你身上掉下来的罗 你要想妈妈 你妈妈不是一直这样 自从当你爱 你看到你三十年 爱了你三十年 你看到你一大早上是一幕 妈妈不是孩子吗 反正你只不想走 你总是我的女人 知道吧 他一回这样想的 他总是你的妈妈 他总是你的妈妈 知道 总是你的儿子 他一回这样想的 你不要瞎想的 对不对 我知道 天天你们都疼 姑姑阿姨都疼 我不会受苦 但是我想想我这里面有着十多年 我真的 我真的 别干扰我时间也可能会过得挺快的 但是你从今来到现在已经要一年了 在这回过去的事之内 他现在这三十年 三十年内过了独裁时间 你继续看见 不是挺快的 我们这个四会的时间差不多就到了 坐好 但是我先出来 好的 好了 你先让他们走吧 是 好了你先跟吉林外走 是 与家人期别后 未来在壁垒森严的高墙内 除了用汗水洗刷罪恶外 唐南还必须拿出诚意和勇气 开启自己灵魂深处的反思 曾经因欲望遮蔽了良知 一段满是欺骗和虚荣的爱情 最终竟成为害人害己的利器 这便是唐南留给我们的惨痛教训 人性的批判 创备的力量 创备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